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任三 再见前任这个电影里面的女主角林佳所写的 我觉得林佳这个角色和这个电影里面的男主角孟云 他俩就是特别可惜特别可惜的一对 为什么呢 就是他们两个死要面子活受罪 为了面子不沟通最后导致的分手 本来这两个人是应该抱在一起过一辈子的 结果呢俩人抱了面子过了一辈子 我跟林佳就特别特别的不一样 因为我自己呢非常爱吃芒果 我对芒果不过敏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在爱情方面其实没那么爱面子 我是一个特别直接的人 我喜欢一个人就会很主动的去追 我会尽量去多制造一些两个人能够在一起的机会 给他一点主动权嘛 但是没有追到呢也没关系 因为天空没有留下过我的痕迹 但我追过 我觉得爱一个人很难 难在哪呢 难在沟通 《前任三》里面的故事就非常非常的具有代表性 我不知道大家 我观察很多情侣都会因为一些特别小的事情而吵架 最后导致两个人分手了 然后两个人就归咎于大家性格不合 但其实每一个小事他们都没沟通好 堆积起来 最后导致一根稻草压死了一个骆驼 然后还要怪这只骆驼 你怎么这么经不起考验 我就不会跟我的骆驼不沟通 我就是有什么说什么 很久之前 当然那个时候我还有骆驼啊 我就觉得两个人谈恋爱 一周至少得 起码得见五天吧 算是一个正常的恋爱关系 然后对方就说不行 我就只能见三天 我这还得工作呢 我不能天天把这心思都放在谈情说爱上面 然后我就说不行 至少得五天 然后他说最多就三天 最后我俩讨论了两天 没谈拢 分手了 你看这种沟通其实就很有效 这样的分手 这样的分手 才是真正的因为性格不合而分手 就很体面嘛 当然我也有非常不体面的时候 就我小时候谈恋爱的时候 我可能就哭嘛 我哭啊 我闹啊 我拼命给他打电话呀 但那个时候 我其实我就一个目的 我就是想证明他错了 我那个时候 我的心态就不是复合 而是复盘 爱一个人很难 还难在你不可能找到一个跟你一模一样 完全什么事情都跟你同步的这样的一个人 两个人在一起一定要有一方先去付出的 先去让步的 女生 咱们别老抱怨男生 我们一生病了 他们就让我们多喝热水 咱想想咱自己有的时候 对方生病了 不舒服了 我们连热水都没让人家喝 所以我觉得咱们就都公平点 咱以后都别喝热水了 感情就是这样 我觉得在一起就要体面 我们在演艺圈里面爱一个人就更难了 经常一周有五天都不在一起 剩下两天还得坐飞机见面 一遇到天气不好了就会很受挫折 感觉即使两个人再相爱 但这段感情上天都不同意 而且即使在一个城市里面 也不一定都在一个戏上 往往就是我在这个戏里面 跟这个人谈恋爱 他在那个戏里面 跟另外一个人谈恋爱 正到我们俩该谈恋爱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哎呀怎么还没戏里面谈恋爱 谈甜蜜 好想回去工作 爱一个人非常非常难 所以前任三拍了三部 当然我那部成绩还可以 所以我有一个小小的私心 就是希望这个电影呢 就别再拍下一集了 就要不然就把前任三的经典 给超越了也行 对吧 别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 深爱了多年 又何必毁了经典 行了歌我就不唱了 再唱就真的毁经典了 谢谢大家 我是余温温 谢谢大家